很多初学者朋友会问我爬格子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 那么首先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为什么去练爬格子 其实对于初学者来说 它主要有几方面的作用 第一是锻炼我们手指的力量 因为我们手指按弦无力的话 那你就不能把这个弦按时 那它出来的声音就不会是干净清晰的 第二就是锻炼我们左手展开的能力 因为很多朋友的话 它小指和无名指是分不开的 那么按弦的时候 即使它知道该按到哪个位置才能出现干净清晰的声音 但是它够不到 所以就出现了 这样很闷或者是滋滋啦啦的这种声音 那这个也可以通过练习来解决掉 第三就是锻炼我们左右手的同步协调能力 配合的能力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左右手 可能在播弦的时候不能同步 导致了你这个音 左手按下去或者是刚要抬起来的时候 右手才开始播 那么这样的话 出来的声音也是不对的 所以带着以上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正确的进行爬格子 或者正确的进行半音阶练习 第一先定位 我们的拇指要抵在琴颈背后中线的这个位置 用你的指度抵在这个位置 不要用关节 是指度 抵在这个位置以后 我们的手指按弦的时候 手指指跟的这条线 要跟琴颈的这条线是平行的 不能是这样 你我知道 不能是这样 它是平行的 然后当按弦的时候 相同靶位 相同琴弦上的音 在按弦的时候 手腕是不会来回动的 就像这样 它不是 不会有这样动来动去的这种情况 一定要保持住 然后不同琴弦的时候 我们的手腕可以向前送 不同的琴弦 我们可以这样前后的这样去动 因为我们一直保持着一个动作 那你最后的话 手指不够了 够不到了 所以我们的手腕 要从下边往前送一些 我这个动作幅度稍微微大 主要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晰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这里插一句 因为我们的手指不是耙子 你看这几根手指 它长得都不一边长 所以在按弦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保证 每一根手指按弦的痕迹 都是纯正的指尖 像小指的话 它可能会稍微测一点 可能是在这个位置去按弦 这很正常 但是最后留到你手上这个压痕 它如果是在指度 甚至是指尖偏指度 这种位置的话 那它就不对了 一定是指尖这个区域 可以左一点 可以右一点 食指可以稍微左一点 小指可以右一点 基本上无名指和中指 会在中间的这个位置 一定是指尖的这个区域 不是指度 是指尖 第二就是尽量用保留指的方式 这样才能锻炼到 我们手指展开的能力 并且养成习惯以后 也能更好的去处理保留音 听着的话是没有断音的 保留指 就是我们在每按一个音 下一个音开始的时候 直接把下一根手指按上去 然后前面的手指都不抬起来 按下一根弦的时候 也是一个一个挪过去 而不是把整个手都松开 然后全都抬起来 不是这样的 你看一根手指一根手指的去 这样才是保留指 因为如果我们要是都松开的话 比如说 听着声音的话就像蹦豆子一样 一颗一颗的 而且的话 如果我们要这样的声音的话 那我们完全可以用一根手指去完成 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这样你才能锻炼到手指展开的这个能力 所以要用保留指 并且声音听着也更连续 每个音之间的话 几乎是没有缝隙的 第三呢 就是控制手指抬起来的动作幅度 因为很多朋友会这样 这个手指动作幅度太大了以后 它就有很多的多余的动作 它不利于提速 而且还容易出现很多失误 因为你抬起来的太高了 和 你这个小幅度的动作的话 那它速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再一个呢 就是你抬起来的越高 你的手指离琴弦越远 那很容易落点 就不是很准 那就容易出现失误 第四呢 就是按弦的时候要放松 一呢 是为了方便把位移动 比如说我们爬格会这样 你如果按弦 手指按得太用力了 那你每次的话都要松一下劲 然后再去使劲 松一下劲再去使劲 无形当中 它不利于你这个左手的移动 把位的移动 第二呢 就是它可以让你的手指更灵活 而且不容易引发见脚炎 像有很多朋友呢 他这个手指啊 按弦的时候太用力了 本身的话 我们按弦的时候呢 可能只要五分的力 轻轻一搭上 就可以把这个琴弦按响 但是因为呢 它怕按不响 所以呢 它可能用了十分的力 甚至十二分的力 最后多余的力量 都给到了我们的关节 那关节天天受着 这么大的压力 它就很容易引发见脚炎 所以按弦的时候 稍微放松一点 能按响就好了 右手呢 也有一些要求 如果你是用手指拨弦的话 那需要用 IM指 就是右手食指和中指 这样做交替拨弦 不管它是几弦 一定要这样交替的去拨 不要用一根手指在那倒腾 然后如果你是用拨片的话 那要用下上下上下上 或者上下上下上下 这样交替的去拨 不要下下下下 或者上上上上上 这样子去练习 最后一点呢 就是跟着节拍器去练习 把每一个音都弹得均匀 我这里呢 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主要是看一下方法 我现在把节拍器打开 速度设置到120 然后用八分音符来给大家示范 这里我说明一下 从高音到低音的时候 从细弦到粗弦的时候 一弦到六弦的时候 我们做保留纸是比较容易的 然后从低音到高音 再去做保留纸呢 很多时候啊 有些朋友 这个小指按在六弦上的时候 然后十指按到下一个一弦的时候 它会碰弦 会有这种情况 那么如果你做不好 那前期可以不用这样去做 你可以不用这样去做 因为这个是稍微有一些难度 当你以后的话 慢慢小指啊 这个落点越来越准了以后 那这种事物越来越少了 你可以再去做 前期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抬起来 可以把这个小指抬起来 然后注意 一品到四品的时候呢 用保留纸 四品到一品的时候 只要手指抬得够迅速 但是呢 也还要在恰到好处的时机 这个音刚好达到 它该到的十指以后 不是 不要把这个音 弹响了 马上就抬起来 这样十指不够 是在恰到好处的时机 把它抬起来 听着所有的音是连续持续的 半音阶练习 爬格子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 完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